婚纱照最终还是定在本地 我知道小张是渴望去海边拍实景的 但是他最后还是敲定了一家口碑不错的店 我本来是打算满足他的 毕竟正常情况下 结婚这辈子就一次 婚纱照是个见证 多花点也说得过去 可是 小张却反常得很 他坚决制止铺张浪费 那蜜月还去马尔代夫吗 小张冷笑说 那要不要去日式登记 然后去北欧自助游啊 我说真的 你醒醒吧 就你那点工资 算让分子钱出去走一早也是够的 那回来呢 你知不知道公开旅游花销多大呀 家里老的少的知己闺蜜一个不能落下 你朋友多不多我不知道 我姐妹可是不少的 那就只给你朋友单 我不用 说了不去 那去哪儿 国内短信 来回几天工夫单位也好交代 那还不如不去 喜马太三日游就好了 喜马太 心急 马腿河 台前 哪来的计较嘎啦呀 特惠仙 滚 拍照那天 选的衣服也不多 小张的意思是把衣服平均了 一人三套 我说我就两套吧 云给你一套 最后 我俩一人两套衣服 最后给他单独拍了一套写真 拿照片的时候 小张悉心摸索着厚重的封面 意犹未尽地看着画里的人 我不知道 他心底是否又在惋惜自己的命运 但是 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快乐 小张对着画里说 女人啊 也就这几年 等生了孩子一切都走样了 拍照留念不挺好的吗 嗯 挺好的 出门时 有细细的春雨 带着冬末的味道 等车的时候 小张拽过我的衣领 用力地整了整 看你那邋遢样 语气里都是责备和嫌弃 雨水有些打湿了 他好看的梨花头 泥子外套上 粒粒晶莹的水竹 一起办了些琐事 最后 决定去湖上餐厅 犒劳自己一下 我已经可以熟练地点英文菜了 毕竟 我只吃那一道 小张要了份 平时很少吃的减餐 我笑着说 还没过门 就知道过日子了 他挽了我一眼说 我只是换个口碑 你这个人挺极端的 小张眉头一挑说 说来听听 没什么 小香你今天要是 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来怎么样 他陡然出手 狠狠在我手背上掐了一下 疼得我险些身影出来 卧槽 小张忽然得意地笑 下巴两侧的梨花卷 一颤一颤的 我也跟着笑 在别人看来好似一对甜蜜的情侣 吃过饭 隔着玻璃窗 看着外面蒙蒙的雨水 挂着玻璃 我都懒得走 你以前看过几个呀 小张冷不丁地发问 我觉得他一定也闷了很久 一方面看不起我 觉得我孤家寡人苦禅多年 一方面又充满敌意地审视我的过去 大概有着餐厅一半的人数吧 小张又掐了我一下 你再说 我吃痛 哎呀 再再减一半好了 小张就不屑地说 你们男人 总喜欢吹嘘自己有过多少多少女朋友 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 你们 是啊 是啊 总好过你们女人 总说自己没谈过一样 谁说没谈过了 你闺蜜啊 你闺蜜啊 小张反击说 那就我闺蜜好了 两个人无言 又坐了一会儿 待我准备想走时 小张却爱了一声 唉 我以前一直深信 我将来会和一个功课男结婚 他穿着春棉衬衫 棕色卡其裤 一定不要戴黑框眼镜 在某个知名企业默默无闻地做事 几年或十几年后飞黄腾达 或许他会找个小老婆 但依然对我宠爱有加 我呀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天过着悠闲的日子 闲得无聊时 就约一票姐妹去逗逗小三 呼 宫廷大戏啊 我言不由衷地赞道 你给我滚 我带小丽去网吧 要了两台联机 付押金的时候 他抢着给 我没抢过 旁边打穿旗的几个男的 不时看向我们这边 我心里有些犯梗 总觉得这些社会气息浓重的人 多多少少会去过小丽他们的店 网吧里没有空调 脚底一会儿变麻了 劣迹斑斑的玻璃门上贴着被雨水打退了色的暗红字样 外面的人形色匆匆 屋里的人面无表情 浓重的烟沉淀在头顶上方无法散去 不多久 衣服上都是辛辣的气味 我想给小丽申请个QQ 便于以后去联系 可是在那个年代 服务器总是繁忙 弄不成就不要弄了吧 小丽趴在我扶手旁 心不在院的说 可以的 就是需要等一会儿 那就慢慢弄 不急啊 今天不行就明天 你想玩点什么呀 我不知道 看猫片吧 小丽惊恐的瞪大眼睛 这样 不太好吧 说了也是 那你有什么想看的没有 没有啊 你以前都是怎么打发时间的 没打发过时间啊 偶尔看个电影什么的 一般都是逛街呀 只逛不满 嗯嗯 那你找个电影看吧 那时候没有网管系统 看电影要上本地的信息港 会有几部粗糙的港片可以看 周星驰的看不 可以呀 无独有偶 周星驰系列 只有一部唐伯虎点秋香 于是我给他调出来看电影 我在这台机器上申请QQ 他不时探过头来问我的进展 他那边的电影总是缓冲 没办法 那时候的网站就是这样 整个网吧肆虐的都是CES和B31 咚咚咚连射的声音 混着川崎战士 呵呵 砍杀的声音 此起彼伏 我眼前的企鹅 跳了半天 提示服务器总他妈烦忙 时间 在一点一点的过 我跟着小丽一起 断断续续的看电影 小丽的笑点很低 遇到一些烂俗的桥段 也会欢喜一阵 见他笑得专心 我就陪他应付了几声 当秋香把幻安推出府 插上后门时 说了一句我爱你时 小丽突然落泪了 我本来想笑话他一下 小丽尴尬地抹自己的脸 我才发现 原来他泪点也低得怕人 我俩都不是随身就带纸巾的人 他用手背反复地卡了几下 突然可怜兮兮地扭过头看着我 干嘛 他想说又憋住 扑斥一下喷出个鼻涕泡 慌忙地用手去捂 浓郁的鼻音后 是他好听的普通话 我也爱你啊 天快黑的时候 我终于申请到了一个 赶忙让小丽下机 又压了些钱在我的机器上 取个名字吧 什么名字呀 你QQ上的名字啊 给自己取个代号一类的 嗯 9527 小丽不假自作 不是真的代号 我真服了你 取个小名懂吗 那就叫丽丽吧 那就叫丽丽吧 不是全部都写上笨死了你 你还好意思说我 啊 我顿了一下问道 你真名到底叫什么呀 小丽很自然地说了 然而跟丽丽连半根毛关系都没有 你果然在骗我 我以为你知道的呀 我去哪里知道我 这不就知道了吗 还是叫丽丽好听点 那就叫丽丽吧 什么闲凉书分的 小丽正名地掐着我 力道却很轻 嗯 再说个状态 什么状态 嗯 就是你现在的心情 嗯 小翔万岁 又是不假思索 你正经点 真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傻了吧唧的 你再想想 小丽想了半天 最后说 嗯 要不先这样吧 等我想起来 就让你再帮我改 然后我就教他操作 登录和密码 他似懂非懂地硬了 出来的路上 已是夜火辉煌 天桥下是来往不息的灯盒 朝东的湿气浸透了衣服 棉絮变得交融 隔不住风 留不住体温 小丽依偎着我 淡淡地走在街上 我们和普通的情侣一样 在这个声色全马的街头走着 混进了潮流般的人堆里 一不留神 便淹没了 第二天一早 我骑车去找小丽 扑面的凉风闯进了胃里 含了整片胸墙 路两边的四季青 也暗了许多 上面盖着泥泞的灰霜 我时不时地想起前些日子 在烈日炎炎下去找小丽的心情 同一条路 分别通往高空与地固 那种感觉就像小学时的每个礼拜下 那种感觉就像小学时的每个礼拜天下午 明明是愉快的假期 却因为焦虑周瑜开雪而闷闷不乐 似乎比内还要糟糕 小丽没在家 打电话说马上回 我就在屋里溜达 就好像第一次攒钱去等小丽一样 总觉得等待是件绝望的事 不久之后 小丽就提个柚子回来了 你干嘛去了呀 昨天你教我上网 我就趁早去巩固了一下知识 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来 来 吃柚子 哦 知识巩固的怎么样 可以熟练的登陆了 我还随手加了个好友聊了会儿 小丽没心没肺地笑着 像一串零 可以呀 早说你有这么优秀的电子基因 当初就去做网管多好 网管是啥 就是吧台收钱的 是自己的不 当然不是 那有什么意思呀 你怎么不说我开网吧 你不是穷吗 也对 而后小丽咨询我的意见 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去买张火车票 我说那就买两张 到时候陪你一起坐车 小丽听后顺手摸了我的脸一把 咯咯笑个不停 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 那时天空那么蓝 时间那么慢 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在此梦见 那片白色海洋 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 靠着你我的青春 白色海洋 白色的约定 我不愿醒过来 这是最美丽的永远 转眼多年 青涩渐渐 一切恍如昨天 转过身去 依然清晰的笑脸 就像那白色的约定 纯洁 而美丽 牵挂着彼此之间 不变的誓言 再次相遇 白色花海 拥抱纯洁的爱 淡淡淡的潮放在 初恋的地点 思念落在春晶之月 不变的誓言 再次回头发现 伤口的人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